2005年FR2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2007年首次参加红旗军演 让人没想到的是 FR2仅凭一己之力 打出1比144的惊人交换比 一时之间 各国空军算是对五代机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打出代差的装备太可怕了 这让没有装备五代机的空军怎么玩啊 不过火力军明确告诉你 四代机面对五代机 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只要你能拥有先进的空空导弹 不过在此之前 你还需要一套装备的辅助 红外搜索追踪系统 在八月底 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一套新装备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据说是配合F16V研发的最新型号 可以强化战机对远距离目标的追踪探测能力 能大幅度提高空中作战效能 总价值5亿美元 截至24日 这项军售案已经进入知会国会程序 预计将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在现代空战中 五代机面对四代机的最大优势 就是拥有隐身能力 双方在远距离接战时 五代机可以保持全程静默 四代机想要寻找目标 只能选择开启火控雷达对空搜索 但这是一种主动发射电磁波的探测系统 在找寻五代机的同时 也会暴露四代机的位置 而且有时候 就算火控雷达扫到了五代机 也不一定能够发现 更别说稳定追踪锁定了 这时候就需要四代机最强辅助 IRST出场了 自然界中 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 都在不断释放着红外辐射能力 对于战斗机来说 尾喷头释放的红外辐射更加明显 在2018年的时候 诺克希德向台湾交付了 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 用于F16战机 与F16此前装备的瞄准吊舱相比 狙击手的形状明显有所不同 头部采用了独特的楔形设计 避免球形头部和空枪 在超音速飞行状态下 可能产生的声音震动 狙击手吊舱 安装在进气道下额的右侧位置 内部有高分辨率赶红外 狙击手吊舱的核心部件 是一个第三代前世红外阵列 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 产生一个清晰的热成像 工作在中波红外波段 背景辐射噪音较小 有利于获得远距离高分辨率图像 这种吊舱主要用于 空对地精确打击和侦察功能 同时也能用于远程空对空目标识别 也可以称为简易版的IRST 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探测飞行目标 可以远距离探测 识别 自动跟踪 和激光锁定小型战术目标 支持所有机关和GPS制导武器 对多个固定和移动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这也是美国空军 部署最为广泛的瞄准系统 在F-15E和F-16的实战中证明 它可以为飞行员 提供高分辨率的图像信息 极大提高打击精度 先进的目标瞄准技术和功能 正在改变飞机 在战区的作战方式 但即便如此 这也只是简易版的IRST 在面对五代机的时候 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2015年 第一架F-16V 在美国海军航空站 完成了首次试飞 成为F-16系列战机 持续改进的又一里程碑 作为一种移植了部分 五代机技术的多用途战斗机 F-16V首次装备了 AN APG83型 有源相控战雷达 并与F-35战机配备的 AN APG81雷达 具有95%的共同性 不仅增强了探测性能 还具备多种工作模式 能够通过敏捷雷达波数交替 实现空对空 空对地和地形跟随 等多种模式 使F-16V具备了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 考虑到AN APG83雷达捕捉到 大量的目标数据 为了增强F-16V的数据处理能力 洛克希德为其换装了 新型模块化任务计算机 与此前MMC相比 在尺寸上更小 但处理能力提高了一倍 同时还预留了更多的插槽 可以更容易地实现硬件升级 考虑到F-16V经过了大幅升级 台湾在2018年以奉战专案 耗资1100亿新台币 将空军现役的141架F-16 升级为F-16V 2020年 另一奉强专案编列新台币 2472.28亿元 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的F-16V 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APG83 新的任务计算机 还可以发射最新的相尾射导弹 安装新的电动机 综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 原本预计2023年 交付一架单座 一架双座新战机进行测试 并从2024年起 以每P4-5架的进度 陆续交付 预计2026年完成全数交击作业 将部署在台东制航空军基地 但在今年 台湾宣布架机出厂时间 由今年第四季 修订为2024年第三季 不过等明年首二架出厂后 后面会赶上进度 虽然第一架机出厂时间变晚 但全数不受影响 预计2026年可全部交付 为了给予台湾对抗五代机的手段 美国终于在今年同意 向台湾出售F16V配套的红外线跟踪侦察系统 在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凭借这套IRST设备 F16V可以探测150公里以内的隐身战机 而且还不用担忧暴露自己的行踪 在发现五代机行踪之后 除了以机载导弹进行攻击以外 也可以通过数据链系统 将探测到的数据传输给并未挂载 IRST的料机 作为一种被动工作的探测设备 IRST只看不说 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信号 不受电子干扰的影响 并且还能与雷达激光探测仪的数据 进行融合 能够连续准确的探测目标 为导弹攻击创造条件 除此之外 IRST还能昼夜工作 提高战机夜间交战时 对目标的探测能力 还可以在多视角和各种背景条件下 自动追踪多个目标 正因为IRST拥有这么多的优势 对于没有装备隐身战机的空军来说 已经成为对抗五代机的最佳手段 世界上第一种安装现代化 红外搜索追踪系统的战机 是前苏联研发的米格29战机 同时期的苏27战机 也装备了名为光电指向站的IRST系统 采用64元限电体化音器件 集成了红外方位仪 激光测距仪 以及头盔瞄准器 其中红外与激光共享一个光学通道 既能保证激光测距仪 可以准确照射目标 同时也能降低整套系统的重量 对高空目标的迎头探测距离 达到了50公里 低空目标则是15公里 同时还能在座舱显示器中 显示目标信息 在欧洲地区 由意大利塞莱克斯加利略公司 法国泰雷兹公司 以及西班牙技术组合公司 联合研制的海盗系统 也在2007年开始装备台风战斗机 当然在红外探测追踪系统的研发领域 美国也不落后 当初F14D战机所装备的 ANAS-42 就是早期典型的IRST系统 工作在长波红外波段 在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能够探测185公里以外的目标红外信息 在超级大黄蜂舰载机上 安装的IRST系统 可以在各飞行阶段 以被动方式探测多种目标 无需担心电子探测 以及无线电频率的反制 而作为美军小型预警机的F35 同样装备了被称为 光电指示系统的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这是世界上首款 将前世红外与红外搜索 跟踪功能结合的传感器 可以为F35飞行员 提供精确空对空 空对地瞄准能力 有可见光摄像机 红外成像 激光测取机 点跟踪器 以及激光指示器组成 EOTS采用了单口径 供光录形式 由欺骗蓝宝石玻璃 凭借而成 这样有助于散射雷达信号 减少对F35雷达 反射截面积的影响 作为F35重要的 红外探测手段 可以在雷达静默情况下 完成对隐身目标的搜索和探测 以便最大限度 隐藏自己的行踪 还能与头盔显示细节盒 将探测信息投用到头盔上 整套系统重量不到90公斤 可进行主被动式测距 还能提供对地攻击 所需的极精确地理坐标 不过EOTS装在机头下方 这个位置会限制对空探测能力 只能拥有有限的上空探测能力 另外F35还拥有光电分布式空精系统 这是诺斯洛普公司 为F35研发的高分辨率 红外机载光电传感器 在机身六处不同的位置上 各安置一个红外传感器 可对全机360度范围内 来袭的导弹或逼近的飞机 进行红外探测以及跟踪 并与雷达 电子战设备 数据链传来的信息融合 整体输出在飞行员的 头盔显示器上 使得飞行员能具备 全空域态势感知能力 从而最快最好的 做出判断和决定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F22猛禽定位装备这套系统 因为IRST是F22项目 早期预算缩减措施的 牺牲品之一 除此之外 还包括F22零行机头两侧的测试 机载雷达阵列 如今随着各国开始装备 或研发物带机 F22面临的压力增加了 于是美国便计划 为其重新继承IRST 美国空军在小型企业 创新研发项目中 提出了为F22战斗机 继承IRST系统 以及其他新的升级事项的需求 这是F22非常着重的升级点之一 直接使用F15和F16的IRST 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IRST难以与F22的隐身外形 结合起来 F35则是在其机头下方 使用了一个隐身的多面体 在2017年的时候 时任洛克希德的 F22项目副总裁 肯莫森表示 F22战机内部 并没有足够的空间 来容纳F35那样的光电系统 倒不如将F22 又厚又重的早期平板显示器 更换为最新的轻薄显示器 这样就能在价值舱内 找到空间来安装IRST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 有一种说法是 将类似IRST的能力 集成到F22现有传感器中 也就是ANAR-56导弹发射弹测系统 这套系统与F35的EO-DAS相似 安装在F22的飞机蒙皮上 在机身各处的六个小窗口后面 安装有光学组件 覆盖360度的全向空间 能够对来袭导弹发出警告 这是F22上的一个相对显为人知的系统 其能力的确切性质上不清楚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 F22导弹发射探测系统的空镜太小了 没有空间塞进更大的镜头和传感器 不得不说 就连F22在面对其他隐身战机的时候 也不得不集成红外探测追踪系统 这从侧面也说明了 四代机想要对抗五代机 这套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至少能让四代机有机会发现五代机 你们觉得呢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